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愛黨愛國華為PK蘋果手機的日子啦 昨天與今天啊 蘋果與華為分別先後召開了發布會 宣布新機上市 當然每年必說啦 蘋果不行啦 蘋果要垮啦 蘋果不買啦 蘋果擠牙膏啦 蘋果啊 一年比一年爛啦 每年都是這樣的台詞對吧 今年是最差的 大概就跟中共宣傳了 今年的洪水啊 今年的洩洪啊 今年的颱風的雨量 都是千年一遇 百年一遇的 然後每年都是在重複講一樣的話 對吧 甚至還有網友發現啊 有一位中國網紅跑到蘋果手機店外面拍攝 諷刺蘋果沒人 旁邊的華為啊那是人滿為患 結果自己拿的就是蘋果手機啊 屬於華為的時代真的有了 今天下午兩點 華為的發布會 一定得蒸起來 這個時代注定屬於華為屬於中國 好了 今天下午兩點半 我們切看 華為的發布會 iPhone16果然 比15更垃圾 相信下午華為的三折疊 一定是一個跨時代的產品 絕對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加油華為 我們再也不是一百年前的我們 千萬不要買iPhone16 iPhone16真的是有時一雷 最垃圾的一本 真的遙控器還有啥區別 已經華為的時代來了 而且我個人喜歡用的也是蘋果手機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愛黨愛國華為PK蘋果手機的日子啦 昨天與今天啊 蘋果與華為分別先後召開了發布會 宣布新機上市 那蘋果自然就是iPhone16系列的啊 而華為就是MetaXT三折疊手機啊 當然每年必說啦 蘋果不行啦 蘋果要垮啦 蘋果不買啦 蘋果擠牙膏啦 蘋果啊 一年比一年爛啦 每年都是這樣的台詞對吧 今年是最差的 大概就跟中共宣傳了 今年的洪水啊 今年的洩洪啊 今年的颱風的雨量 都是千年一遇 百年一遇的 然後每年都是 再重複講一樣的話對吧 甚至還有網友發現啊 有一位中國網紅 跑到蘋果手機店外面拍攝 諷刺蘋果沒人 旁邊的華為啊那是人滿為患 結果自己拿的就是蘋果手機啊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些中國網紅說的都差不多 什麼蘋果垃圾 華為牛逼 科技純碗 哎呦 實屬華為 你們注意聽關鍵字哈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哈 千萬不要買iPhone16 iPhone16真的是有史以來最垃圾的一款 iPhone16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垃圾的一款產品 蘋果是沒有牛逼 但是我替華為感到不知 我是真的沒想到一個手機 竟然能有五個實體安鍵 真的遙控器還有啥區別 華為都三折疊了 新系統黑科技發都發不完 大家今天點關注吧 等到Carol那天給你買一台 早點休息還是明天睡醒看華為吧 你這華為的時代來了 這個時候華為 接觸著破天的富貴吧 現在我的蘋果時間真的要發 還還說還能獲收2860萬元 華為加油 這個時代實力 但是要你進步的這個很好 讓科技多力再次發生 而且我個人喜歡用的也是蘋果手機 但是我說實話 我就覺得這傢伙馬上就這樣 華為就幹死他 華為加油就完事了 我停你 哪天我就賣華為 屬於華為的時代 真的要來 今天下午兩點 華為的發布會 一定得支撐起來 這個時代注定屬於華為 屬於中國 好了 今天下午兩點半 我們切看 華為的發布會吧 iPhone16果然比15更垃圾 相信下午華為的三折疊 一定是一個跨時代的產品 絕對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加油華為 我們再也不是一百年前的我們了 蘋果16這個發布會 算是讓我知道 什麼是真正的科技春晚了 這蘋果我是真用不下去了 明天直接去轉轉 搞一台3800的Mate60 Pro來用 現在我就等著 明天中午華為硬剛蘋果了 我剛看了一眼 這個蘋果發布會剛開完 看這個華為MateXT的 預約人數已經是326.8萬了 明天中午讓蘋果看一看 什麼叫做創新 華為牛逼 蘋果16又贏麻了 因為從它開始 蘋果就在中國 迎來史詩級大敗局 令人失望的AI技術和價格 都是刺咬的 寶解是說財經的 在我看來 蘋果注定失敗的更深層原因是 支撐iPhone一路高歌的 浪漫經濟早就崩盤了 熬夜看完了 iPhone16的發布會 我感覺手上的iPhone13 Pro Max 還能再上三年 真的就是意圖答辨 主打AI產品 這個東西在國內還用不了 剩下的就是屏幕變大了 新增了一顆拍攝按鈕 被白天的三熱碟也要超神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裡面其中一個是說財經的 那你有去買一股嗎 你有看好中國經濟嗎 你不買一股是不是唱衰中國經濟呢 你不覺得中國經濟欣欣向龍嗎 如果沒有的話 對吧 那你買一股了沒 你買一股賺了多少賠了多少 沒有買的話 你就是唱衰中國經濟 不看好中國的未來發展是吧 有沒有裡面 基本上都是營銷號給的腳本 那個台詞都差不多是那個樣子 劇情腳本都一樣 最近還有一些網友發現 抖音上面出現很多什麼 我兒子我弟弟我家親戚 誰我朋友誰 去當兵了 怎麼勸都勸不聽 就一樣啊都模板嘛 是吧 我就想說華為到底有多急啊 花錢請網紅拍大量的模板 還是說抖音為了要 駁這個愛國眼球量 然後呢就發一些稿說 欸你們這些網紅啊 拍這一類的 貶低蘋果的啊 鎮揚華為 我會給你們無限推播流量 我會給你們一堆大的流量 不要以為沒有這些事情啊 你們自己有經營抖音的 你有被營銷號找 你有被公司找 你有被裡面的人記憶性通知 基本上他們會跟你說拍什麼 然後就會給你開通流量 你那條幾條影片那個流量就會爆 當然我們大家都不是做自媒體的是吧 裡面最搞笑的是什麼 一堆人在催牛華為新品多厲害 然後自己拿什麼 哎呀我覺得我的蘋果13 我的蘋果15還可以再賺幾年 想要來換華為 你倒是去換啊 還有裡面說什麼呢 華為要創新時代了 我以後就要賣華為了 你現在可以先賣啊 你之前為什麼不賣呢 去年前年也要有領先那時候 你怎麼不賣呢 蘋果我覺得他好的點是 不管用幾年啊 用兩年三年四年 手機都不太卡 一樣可以很流暢的使用 但是我用了一些安卓的手機啊 體感差太多了 當然啦 剛開始買了前幾個月 甚至前半年那個手感啊 流暢度都很好 過個一年一年半兩年之後 真的差很多 而且我剛剛去微博看一下 說什麼 華為MetaXT啊 非凡大師炫黑色16GB加1TB的 型號預售價格 黃牛票已經準備賣到 68990元人民幣 欸一款7nm的手機 賣30多萬台幣啊 你是在賣金條是嗎 還是在付車子的首付款 當然啦 我在製作這條影片的時候 華為發布會的價格還沒出來 但是啊 網路上中國網友都在說 基礎款啊 他們猜是16000到18000人民幣之間 你看這個已經比蘋果貴了多少了 這個折疊的黑科技 你不就是在學三星而已嗎 三星之前就出了正反折疊的 還有側面折疊的 只是它是兩折疊 然後你變一個三折疊 你就說創新化時代 那下一個人出四折疊 他又創新發時代 五折疊創新發時代 折一折哇 變成一個皺折出來了 奉天成韻 皇帝趙薇 華為牛逼 遙遙領先 拜託 7奈米晶片而已耶 還扯什麼黑科技創新 今天 中國如果科技真的很牛逼 真的很創新的話 英特爾啊 什麼蘋果啊 台積電那些 早就是你中國的產業了 今天就是什麼 中特爾啊 中基電啊 還輪得到蘋果 台積電 英特爾 而且今天啊 你們的影視產業 就會出一堆漫威好萊塢的那種特效大作 是吧 而不是說什麼一兩年磨一劍的那種流浪地球 而且還是外國團隊過去幫你們的 當然啦 台灣這方面各個都不足 所以我們不會去挑戰世界第一龍頭的美國 說你看我們比美國牛逼不會啊 今天啊 全世界的民營市值企業前10名啊 美國就佔了8名耶 如果要把國營企業算進去的話 你們中國才勉強有3、4個 而且那3、4個還是吃著中國的紅利 國營的壟斷 才有的 比如說石油啊 是吧 之類的 而且民營企業蘋果還位居龍頭啊 台積電是第10 你吹得搖搖領先華為排在哪呢 就是華為這麼牛逼的話 為什麼它的市值14億的中國人不捧場 美國人口才多少啊 3億還是4億吧 你怎麼說14億的中國人口 都應該要把華為推到 蘋果市值的5倍、3倍 差不多是吧 而且折疊手機算是什麼黑科技嗎 OK 蘋果有沒有能力做出來 或是說三星有沒有能力做出來 我相信絕對都有 因為這不是什麼跨時代的產品 什麼叫做跨時代的科技 或是跨時代的產品 你今天這個手機一出來 哇 直接投影有一個4D的 還有嗅覺 或是說直接直入腦中 那個影片就直接一秒內讀取所有電影 這個就是跨科技啊 你出了這個 我給你一個大拇指 這才叫做跨時代的創新 你這個算什麼跨時代的創新呢 你要知道 做不出來跟 不想做出來 這是兩個概念啊 像你們用了很高成本 然後低良率的技術 才做出7nm的晶片 那為什麼你們這款手機 不用3nm或是5nm 你就輸嘛 是吧 現在基本上 三星跟蘋果的手機都是3nm啊 是吧 那你們為什麼還是7nm啊 是沒有能力 還是不想做不想用 這兩個就差很多了 相信你們小粉紅心裡有答案 你們都知道 做不出來因為你們被卡脖子 這也是你們承認的事情對吧 我就問荷蘭、美國、日本 還有台積電 都不給你們原料或是晶片 甚至光刻機、曝光機 你們怎麼做5nm或是3nm 我們都已經宣布說 明年2nm要量產了 同步在找1nm的用地了 你們還在吹牛逼 等到你們手頭上的7nm光刻機 那些曝光機的機械材料 耗損殆盡 或是損壞了 他們工程師也不來修 或是你們沒有那個技術 也沒有那個零件那個原料 你們就連7nm到時候也做不出來啦 就卡你脖子 你說要突破5nm、3nm 你機器要先做出來啊 還有其他的原料要有啊 其他原料都沒有你怎麼做呢 你說三星出來吹牛逼說 立抗蘋果 我都覺得還有點意思哈 人家三星都沒有出來 像華為這樣囂張跋扈了 那你一個華為在吹牛逼什麼 果然啊 大清還是那個大清啊 不打窮 不打懶 專打不長眼 專打流氓 以前說這個 所謂中國被欺負嘛 其實不是你們弱小或是窮耶 反而是你們耍流氓 那這個又很好笑 你們常說啊 以前中國窮啊 中國弱小啊 所以他們就欺負我們啊 然後一方面又說什麼 中國就是太弱小 但中國又太有錢啊 西洋人想要搶 所以到底你是窮還是有錢啦 是你們耍流氓耶 你看什麼簽約又毀約的也是你們啊 勾結英國走私鴉片的 也是你們當地的那些官員跟中奸商耶 你不要以為都只有英國的瓜耶 阻礙大清軍隊取勝啊 然後導致團結力不夠啦 還有這個青年官員的仕途被損毀啊 這誰害的 英國害的嗎 不 更多的是你們大清的奸商跟貪官啊 不想讓大清贏啊不是嗎 為什麼贏了我沒有好處撈啊 贏了我再怎麼繼續在這邊 壟斷走私跟英國人合作呢 還有這個圓明圓被燒也是你們 濫意殺害英國軍官使團13人 然後大清百姓還跟著去搶劫 壟和團事件你們也拖了快一年了 不給交代 不派大清的官兵去驅趕壟和團 然後保護僑民 而壟和團殺的還不只有洋人耶 還有信仰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大清國人耶 你們當地衙門有幫那些家屬 大清國的家屬申冤嗎 沒有耶 那些壟和團還去打搶一些民間商鋪 甩鍋給洋人 然後呢 袁世凱自己擁兵自重 把壟和團 把部分的壟和團從山東趕到北京 讓他們去那邊禍亂 亂給外國人看 哇 甲午戰爭的時候也是啊 陸軍掌權的都在那邊坐等 在那邊坐看 不是嗎 然後陸軍敗得比海戰慘 你說這樣的行為 八國聯軍出兵合不合理 合理啊 八國聯軍沒有像蒙古那樣 把所到之處的百姓都兩腳揚 已經算很仁慈了耶 你還天天吹牛逼啊 哎呀 吹到中國經濟現在啥樣子 你們心裡沒點逼數嗎 今天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晚上還有一隻 晚點見 掰 拜拜 拜拜